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精素媒提醒林全 历史不该有模糊空间 否则就会出现李登辉的日本祖国论 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力挺高中生反克刚微调 以及近日的红素猪事件 高精素媒说 态度如果继续模糊 就会有更多的红素猪 荒谬的台湾将会让国际侧目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14号表示 针对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下达强制动员令 要方案恢复所谓联岸人民关系条例 继续歧视大陆配偶 他将在15号公布相关绿营名代名单 并指出他们都是红素猪的分身 台湾媒体报道指出 台立法机构内务委员会13号出审 联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所谓召集委员国民党籍名代黄昭顺 在13号傍晚回会议室宣布完成出审 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明时间 由现行6年缩短至最短4年 蔡正元在社交网络发文指出 黄昭顺13号主持内务委员会出审通过 废除大陆配偶歧视条款 民进党14号下达强制动员令 要翻案恢复继续歧视大陆配偶 今天他将公布歧视陆配的绿营名代名单 要大家记得这些绿营名代的名字 并指出他们都是红素猪的分身 那么遭到民进党强烈抵制的 废除大陆配偶歧视条款 黄昭顺又是怎样能让他通过出审的呢 台湾媒体报道称 原来是黄昭顺学民进党先拖时间 等到绿营名代走光 再突然宣布陆配取证年限修改通过 台立法机构内务委员会 为了让大陆配偶取证年限修改过不过 蓝绿潮成一团 突然当天的所谓赵伟黄昭顺 离开座位走出会场 顿时会议放空 美主席会怎么开呢 从下午1点50分开始等等等 底下绿营名代滑滑手机 等到累了就伸懒腰 最后干脆拍照留念 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坐太久了 干脆站起来走动走动 顺便聊聊天 直到5点10分 赵伟黄昭顺终于进来了 你讲我也讲 双方讲什么 真的很难听得懂 黄昭顺说 这时候他有宣布延会 但是没有人听 5点半一到下班时间 大家自然散会 台湾地区 以大陆地区人民关系台 第16条 校正也是已经审查完 进提报院会 原来6点半一到 黄昭顺自己带了 议事人员回到会场 宣布开会通过 大陆配偶取证年限修改 没有这个议事规则的运作可言 那立法院跟封人员 有什么不一样 陈其脉实在 有什么资格跟我们看 双方互骂 陈其脉批黄昭顺不懂规则 还质疑这三个小时 他去哪了 校园里面 黄昭顺宣布休息的时候 传出他在这边洗头发 不过有人下来找 却找不到他的人 国民党说 这次是学民进党以前招数 但是这招有没有效果 恐怕还有得吵 布满台劳动部门 即将修改条例 砍掉休假 14号岛内劳工团体 到台行政机构前进行抗议 大喊小英上台真风光 工人休假砍光光的口号 并在庞托大雨中 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裹身走到斑马县 跟天桥上抗议 要求蔡英文当局 还老公的正当权益 小英上台很高光 可是工人的保障 却因为蔡英文政府 现在上台也大概一个月多 保障就会扎光光的 所以我们今天工人 在这个雨中要扎光光来 抗议这个政府 把工人的袖带 全部开光光 把工人的保障 全部都拿走了 不顾大雨滂沱 抗议民众脱掉上衣 退下长裤 智裸上身 向蔡英文喊话 抗议民众表示 蔡英文上任后 休假日已经被调整了很多次 现在更是改口说 要修法 砍掉原本承诺 保留的七天假 这根本是在剥夺他们的权益 周休二日根本是谎言 七年假却要被砍掉 所以我们真的要讲 民众政府真的在劳工这边吗 蔡英文上台之前 曾经喊过 劳工的假太多 我们真的很怀疑 蔡英文是不是上台的 非常疯狂啊 但是不是一样回头看 劳工的假太多 是用一派胡言的方式 要把他们的假砍掉 回头你说缩减公司的 结果实际上 劳工并没有获得更大的休止时间 而且反过来 我们是公司会越来越长 抗议民众高举标语 一度与警方发生推挤 接着还走上斑马线 即人行天桥 对过路的行人高喊口号 表示要让蔡英文当局 跟社会大众看到劳工抗争的决心 直到蔡英文把七天休假 还给劳工为止 国民党面对台立法机构 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压力 努力扭转靠党产金山过活的形象 不止一级主管减薪百分之二十 而且台北市党部七月底 就要从每个月租近二十万新台币的 绍兴北街搬入中央党部 一年至少可以省两百万新台币哦 大家调查自己辖区内的 国民党开课对党工集训 文庄会副主委李明贤没在台上 而在台下乖乖听课 我跟洪主席志愿请英 说我要下基层去 那就调到台北市党部 中央的部分是义务值 我只领地方的一份薪水而已 他很多 大概减了一半以上 南韩基层接触 薪水来要砍也甘愿 原来李明贤有意参选台北市议员 正一步一脚印经营地方 其实国民党族改拼瘦身 中央党部砍到一百三十四人 一二级主管至少减薪两成 全面贯彻党中央最高原则 节俭至上 小小的办公室里塞了十来张桌子 旁边一落又一落的麻袋纸箱 装的是重要文宣品 未来都要带去新家 在隔一两年还要用 所以 打仗的武器 是是是 所以是要收拾好 喇叭大声工 选战道具堆得像做小山 这些平日暂时用不到的道具 悠闲带走 原来二十名党工上班的台北市党部 七月底要搬进中央党部二楼 进驻文传会办公室 省房租也方便地方中央合一 沟通更方便 五月底 国民党发动群众运动 自认成功得分 誓言不再温良攻减让 要强力监督制衡 而国民党中常委提案 要提高大陆事务不曾及 发挥补充海机会功能 还要巩固增加支持者 党主席也亲自下海和学生互动 要从办公室环境到人事组织 多管齐下 努力证明百年老店 真的有新改变 台行政机构所谓政务委员 张景森提出节电的想法 建议百货公司美食街 中午人少的时候可以暂停营业 但是这个想法被台行政机构 负责人林全打脸 林全说 应该是下午用电高峰的时刻 大家可以到公共场所去 让家里用电少一点 林全说的就是张景森提出的节电想法 这个想法狠狠被林全打脸 应该是利用 就是尖锋时间用电的时候 应该是尽量多鼓励大家到公共场所 在家里面电应该少用点 这个讲法其实是 有它的一定的合理性的 这跟张景森的想法完全相反 张景森说 应该要在两点到五点多去百货公司 少在家里开冷气 这样才能节点 引发话题的主角张景森 一派轻松穿着短袖衬衫 但大家锁定的都是他 对百货公司 五胸的这个问题 只是一个 这是黑洞的 但是不会是 这就是什么 不是我们的解决 解决措施里面的 明代质询频频点名张景森 但是他只是默默地坐在位子上 不是发呆就是看手机 不过当明代问到核电数据的时候 张景森嘴不停地动 不断地跟旁边人聊天 只是旁边的人没有太理他 张景森的一个想法 就让派行政机构总动员 替他解释还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台湾媒体今天都重点关注了 哪些资讯和评论 我们来联系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陈河南 河南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紫乔 前面的新闻提到 关于昨天台立法机构出审通过 攸关大陆配偶取得台湾身份证件 连线的岛内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草案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 是在民进党的涉入之下 已经出现了一个翻转 就是昨天刚刚通过的这个草案 将会再进一步的重新进行审议 我们来看在今天的台湾旺报的报道 就是点出来说 叫不懂绿营为何反对 陆配今天再集结 其实在前一天的时候 就是本周一的时候 小部分的大陆配偶 就来到台立法机构前进行抗议 原本昨天条例草案出审通过以后 大陆配偶们是松了一口气 没有想到今天是出现了 这样子一系列的翻转 那么在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又有一些大陆配偶 是来到台立法机构门前 进行关于这些的抗议 并且在接下来 他们还将前往到民进党党部 继续的进行抗议 其实这些大陆配偶们的表述 非常的清楚和明显 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六年转四年 其实是攸关他们最根本的利益 以及他们能否被平等对待的 而就这一事件 我们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好 那么另外我们也再来看 还是今天旺报这一版的上面的这篇文章 就是陆委会支持陆配四年获身份证件 那么这也是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昨天上午的时候的一个表态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似乎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旺报的解稿时间可能有点早 台湾方面陆委会的表态 在昨天晚间发生了反转 我们来看在联合报的报道 陆配取身份证件年限又要从严了 而副标题很复杂 我们来看 张晓月昨上午判陆配比照外派 但是这不同于民进党的传统主张 于是陆委会昨天晚间转向 重提生活从宽身份从严 生活从宽身份从严 这样一句听起来就让人不舒服的提法 其实是过去民进党对于大陆配偶一贯的论调 昨天上午张晓月表态支持大陆配偶的说法 俨然同民进党的论调相违背 于是乎台湾方面陆委会昨天晚间赶忙发出了新闻稿 把张晓月的说辞改了 还进一步的强调了这样一句 生活从宽身份从严这句话 在昨天的这个环节中 我们有提到过对于两岸对于和解 从520以后 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有过不少的机会 但是似乎他们选对的不多 同样在大陆配偶的这件事上 民进党当局的态度和做法 显然是让陆配们失望了 我们还是继续来关注台立法机构 昨天的一个消息 昨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 来到台立法机构接受总质询 其中就被明代问到 台当局是否在两岸关系问题上 考虑第二轨沟通 林全回应称不排除 这里林全赞同的第二轨沟通 并不是我们前两天所提到的 关于国民党在座的第二轨沟通 而是民进党自己的第二轨沟通 而对于这样的表态 我们来看 两岸的学界似乎都不是很看好 我们看 旺报今天的报道就点出来 两岸二轨沟通 林全称不排除 那么下面就是 两岸无互信专家批二轨一厢情愿 还有刊登了厦门大学 刘国生教授的专访 表示二轨沟通 每九二共识不可能 刘教授也是直言 无互信任何沟通都有困难 好 其实上我们会注意到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的话 现在有一些政务官都面对实际的问题 希望能开展一些工作 但是有些问题并不是卡在 这些政务官的层面上 而是卡在他们之上的决策者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北的一些观察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佛舟 自乔 好的 谢谢河南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在台湾 荣民是指当年撤退来台的退伍老兵 台中一名已故的赵姓退伍老兵生前立下了遗嘱 要把他的遗产包含两栋房子 和近两千万新台币的现金 全数捐给荣民荣眷基金会 要帮助荣民荣眷还有遗孤 据了解 这位叫做赵伟良的老人生前非常的节俭 常常吃馒头度日 而且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 几乎是不开灯的 靠省吃俭用攒下钱财 离世以后捐赠贤爱心 荣民基金会接下支票 上头的金额写着一千九百多万 不说可能很难想象 这笔巨额捐款全部出自一名已故荣民赵伟良 穿着一身军服战得直挺挺 这是刚来台湾的赵伟良 拍下照片这一年他才二十岁 已经是名上尉 不过军人出身的赵伟良是如何存下两栋房子 还有近两千万的存款 根据荣民服务处的人指出赵伟良生前一直很节俭 常常吃面或馒头度日 如果以一天吃两颗馒头一碗干面来算 一天餐费只要六十块 加上他自己一个人在家时常不开灯 更别说是夏天想吹冷气 更是想都没想过的奢侈 他就希望说把他这辈子所有存的钱都留下来 在他走了之后照顾有关我们全省荣民跟荣眷的一个生活 另外荣民服务处的人推论 赵伟良生前可能喜欢投资 才能慢慢累积财富 他单身没有老婆小孩 在生前就立下遗嘱 要把所有留下的积蓄都奉献给台湾这片土地 两张土地全壮 一个在桃园 一个在台中坛子 两个加起来市值约三千万 加上一千九百多万的存款 等于捐了五千多万元 来帮助荣民荣眷 还有失了父母的遗孤 柯文哲对员工测谎IP白色恐怖 台北市政府4月在议会做大巨蛋去留调查 结果还没等公告消息 却已经外流 为了抓泄密者 供调查三位副市长在内的12人 甚至把人送去测谎 但是劳势动众之后 仍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最后柯文哲要拒绝测谎的黄姓金要走人 测谎大动作让台北市政府内人心惶惶 没想到北市府要抓泄密那鬼还真的对员工测谎 被你们问过的 不愿配合的 好像就得要离开 有这件事吗 对 那怎么会说没有测谎呢 他不是在院府内测的 所以不是退休检察官 是谁测的谎 是有测谎公司 我们找的民间的测谎公司 呼隆我们 议员直言白色力量变白色恐怖 为的是大巨蛋去留测议会风向 没想到本该秘密的结论 却变成网络报道 谁嫌的秘 北市府查了12个人 包括三位副市长 邓家基林清荣陈景峻 秘书长苏丽琼 市长是主任蔡碧如 市长是顾问张艺善黄冲雅 两位府会联络人 还有黄姓刘姓副市长基耀 如果不是高高层受益 查得成吗 柯文哲却表现得事不关己 拒绝测谎的黄姓机要 刚好前一天和媒体有通话记录 柯文哲因此认定是他泄密 这个月出的陈慧标骂 要他当天就走人 揪团队大嘴巴 柯文哲记出测谎很招 评价不已 一直语出惊人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又失言了 今日他在议会被巡使脱口而出 坏人无法了解好人的作为 让市议员气得要他讲清楚 到底谁是坏人 虽然柯文哲当场道歉 不过这场失言风波 还是让心直口快的他 再度引发了争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 单车挑战一日双塔 常挂在嘴边当傲人战绩 只不过这一趟花费 到底是谁买的单呢 据了解 市大运之友会的法人代表 是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目的写着协助2017年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相关活动 但资金来源是会费和会员捐款 你可以收取一般民众 对你的馈赠吗 坏人无法了解好人的作为 就这样 坏人没有办法了解好人的作为 这是什么意思 大学你应该对我说声对不起 好 那西东亭议员对不起 想什么说什么 心直口快的作风 不只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本人 据了解 有民众投书市长信箱 建议台北市政府审慎处理大巨弹工程 不料台北市政府的回信 一口气回复了签字文 文中语气激动处 甚至还一口气用了三个感叹号 还形容承接大巨弹工程的 台湾远雄集团 是以诉讼为自豪的建设公司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也感谢乐化博秀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4号宣布 北约决定在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以及波兰共部署四个营的多国部队 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 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后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北约加强防御和震慑是全方位的 包括常规军事力量 以及核力量 网络防御等内容 据了解 此次北约防长会讨论了 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 多国部队的规模组成等细节 今年2月 北约防长会就加达在 中东欧的军事存在达成一致 决定新组建一支 部署在中东欧地区的多国部队 14号 俄罗斯开始对武装力量 进行突击检查 重点检查战备水平和动员能力 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消息 根据总统普京的命令 俄罗斯国防部从14号开始 对武装力量进行突击检查 突击检查期间 除了评估军队战备水平和部分指挥部门的 应战能力之外 还将检查军队的动员能力 尤其是预备役部队武器装备保养 以及地方政府的协同应战能力等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 突击检查期间 还将重点关注作战指挥部门 在各种紧急情况下调度军队的能力 此次突击检查将持续到6月22号 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12号 俄罗斯的国庆日 俄罗斯日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 表示希望土俄关系提升至应有水平 据俄新社消息 埃尔多安在信函中代表土耳其民众 向普京及俄罗斯民众祝贺俄罗斯国庆日 俄罗斯日 同时祝愿两国关系在未来提升至应有水平 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日前同样向俄罗斯总理 梅德维杰夫致函 表示希望未来两国间合作能够达到符合两国民众 共同利益的水平 去年11月24号 土耳其以非法侵入土耳其领空为由 在土序边境地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4战机 一名飞行员在散降过程中遭枪击身亡 俄罗斯坚称战机不曾侵犯土耳其领空 并对土耳其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 俄土关系迅速恶化 美国德克萨斯州北部城市阿玛里洛警方 14号开枪打死一名在沃尔玛连锁商场 劫持人质的枪手 据当地电视台报道 14号中午 阿玛里洛警方宣布在位于州际27号高速公路旁的一家 沃尔玛商场内发现一名活跃的枪手 枪手很可能挟持人质 但没有人员受伤 随后警方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 枪手被警方击毙 人质安全获救 另有媒体援引当地警方人士的话报道说 一名持枪男子进入沃尔玛商场后 先开了一枪 随后将两人结为人质 并进入商场内的一间办公室 此案的具体细节目前尚不清楚 但有报道说 警方表示这似乎是一起工作场所暴力事件 14号 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 14号晚发生在巴黎大区伊富林省的一名警官及其妻子 遭杀害事件属于恐怖主义行为 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法国正面对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为此动员了很多力量进行反恐 据法国媒体报道 调查人员表示 这起事件的凶手 一名25岁的法国男子和叙利亚恐怖组织有牵连 几年前这名男子因涉恐被判处三年监禁 伊富林省一名身着便服的警官13号晚间在自家门口被一名男子用刀杀死 袭击者被随后赶到的警方反恐突击队击毙 据报道 这名男子在与警方对峙和谈判时自称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 警方说 在这名警官家里还发现了一名女性的尸体是被杀警官的妻子 美国专门监控极端组织网络活动的国际恐怖组织搜索研究所说 伊斯兰国在事件发生几小时后认领了这起袭击 正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14号在布加勒斯特说 意大利支持罗马尼亚加入深根区 当天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与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罗马尼亚加入深根区将增强欧盟的团结提升罗马尼亚在欧盟的影响力 他强调 伊罗两国在处理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问题上能够广泛协调 约翰尼斯则是强调罗马尼亚希望加入深根区 并表示罗马尼亚加入深根区将有利于巩固欧盟外部环境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2007年1月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但因欧盟部分成员国反对 两国原定于2011年加入深根区的计划迄今未能实现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又到了广告时间休息一下 待会见 欢迎回来带您继续看新闻 当地时间的6月14号世界顶尖当代艺术品交易展会 巴塞尔艺术展在瑞士巴塞尔正式开幕 来自世纪280家画廊超过4000名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汇聚一堂 预计会有超过10万名访客将到此参观购买 创立于1970年的巴塞尔艺术展 是世界顶尖的当代艺术品交易展会 展出售卖的作品代表了当代艺术的最高水平 大多数年份这里的成交金额基本保持在20亿美元以上 14号2016巴塞尔艺术展正式在瑞士巴塞尔开幕 从16号开始展览将面向公众开放 此次艺术品盛会汇聚了世界上超过4000名艺术家的作品 波普艺术领袖安迪沃霍尔 现代艺术创始人毕加索等大师的作品也都位列其中 其中共有88件艺术品在无线展区中代售 不过想要收藏无线展区的艺术品 赢家得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行 因为在这个展区中的艺术品全都是巨型雕塑和画作 比如说美国视觉艺术家托尼奥斯勒的作品 《模板异形朋友陌生人》 该作品是由数个巨型木质模板组成 正面是人类面目照片 但是他们的一只眼睛和嘴巴因镶嵌了显示器而变成了动态 并会随机变换眼睛和嘴部的颜色及形状 还有比利时艺术家汉斯·奥德贝克创作的《起居室》 《起居室》《起居室》里的一切家具及摆设都呈灰白色 甚至连中央水池内的池水也一样泛着寂静的灰光 此外因创作盘斯洞而闻名世界的日本女艺术家严铁 此次她带来了自己的积压寻找终点作品 该作品延续了她的创作风格 以无数根线连接的旅行箱为主题 犹如《西游记》里的盘斯洞 表达现代人迷茫寂寞的压抑心理 据悉巴塞尔艺术展将持续到6月19号 预计将有超过10万名访客到此参观购买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